牙膏底部颜色代表什么? 如果仔细观察,很多牙膏底部颜色条是不一样的,那么牙膏底部颜色代表什么呢? 牙膏底部颜色条和牙膏的成分是没有关系的,只是作为牙膏生产流水线上光标的定位用,被称为电眼定位点。 其实流传过牙膏管底部的颜色条代表不同的成分,绿色表示纯天然,蓝色表示一部分天然,一部分药用成分,红色表示一半是天然成分,一半是化学成分,黑色表示全部是化学成分。 当然,以上传言肯定是假的。 理论上来说,牙膏管底部颜色可以是任意颜色,但涉及到不同的设备,不同电眼的灵敏度不同,会有不同的成品率。 所以选择的颜色也不同。